现在汽车市场上的车简直是数不胜数 不管是国产进口还是合资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但前提是你的钱足够 比如想要十几万买一辆本田CRV就比较困难 现在国产紧凑型SUV要十五六万 合资紧凑型SUV也得要二十来万 无意间看到这样一款SUV高端大气 上档次 关键价格还不贵 那就是哈佛H7 哈佛是长城汽车SUV系列的一款非常重要的车型 是SUV系列领军人物 它结合了轿车SUV和MPV等车型的特点 其中哈佛H7是比较重要 也是销售量比较高的一款 哈佛H7的内饰是采用多种材质与颜色拼合而成 不会让人有眼花缭乱的感觉 整个中控台台面只要是用手能触及到的地方 都采用软质材料 摸上去的手感十分不错 这一点可不是每一款车都有的 方向盘的两旁采用打孔设计 握起来比较细 不太像SUV的方向盘 但这都不影响它的操作 再说说它的空间设计吧 H7的后排座椅靠背 可以按46的比例放倒 内部造型非常工整 后备箱容积311升 如果把后排座椅全部放倒 最大容积为1232升 这样的容量令人感觉很满意 在动力系统方面 搭载的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采用了双涡流技术 最大可以达到231马力 最大扭矩为355牛米 0百加速时间只需要9秒 对于一台重量不到2吨的车来说 已经不错了 H7的价格从14万到18万不等 性价比非常高 想买这个价位SUV的朋友 不妨多看两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